大家好,我是赫玛 今天來拍怎麼娶妻 我們就說了娶老婆 之前三集講到商人的開場 感謝大家的支持 尤其是第一集很多人看 我覺得蠻驚訝的 蠻多人訂閱的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所以就繼續拍 然後我發現我在跑這張所有的城鎮之後 發現姑娘 我目前看到是12位 我跑最後的城鎮 跑出來的時候是12位 然後如果有多的 或是我沒有發現到的 就是我可以在留言提供給我們這樣子 然後每次開場 姑娘出現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所以要自己去探索 尤其是許老婆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們先去找有商家的地方 我們去買盡快 大概買到五到六個就OK了 不用買太多個 大概五個就夠了 然後我們去找姑娘 剛剛我有找到的是龜山之丁 然後就故意休息一天 然後送禮物 然後休息一天 然後休息一天 然後送禮物 然後休息一天 然後休息一天 然後去故意休息 應該差不多了 再送一次就差不多了 就送到你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會說 求婚這個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去南蛮山館 南蛮山館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戒之丁 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平戶之丁 對 就南蛮山館就可以了 那我們去買東西 我們就買最貴的 買一個就好了 一直買 一直買 大概買到五到六次 就會出現更好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去買他 然後就買這個 然後就買這個 北最首飾 或是 或者是 可能會出現 鑽石啊 或者是戒指 我記得沒錯 三家也會有 所以不一定要去南蛮山館 要去南蛮山館 是因為比較快 然後東西比較便宜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玩龜之丁 不算貴,貴三十斤,不好意思,口誤 貴三十斤,然後去蘇 再去點他 九婚,送禮 這我們剛剛買個 美醉首飾 然後就三個都可以 我們去點他,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我們就回去 回去就有了,就結婚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去老婆的方式非常簡單 大概錢的話,準備大概 一千罐左右 然後我們這一局 就結束了 然後我會把我的直播平台 打在我資訊欄 我會把那個 所有姑娘的名字打上去 然後如果我有漏掉 或是你想要新增什麼 可以把它打上去 讓我們知道一下 OK,感謝大家收看囉,掰掰